大家欢迎收看6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来带你看到的是 位在东大门夜市旁的阳光电程 闲置多年 为了要活化空间 新政府特别办理四期工程 将管设转型为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 预计在今年底就要完工 而县长徐正为日前则和相关单位的陪同下 前往会刊 希望工程能够尽善尽美 全力打造为原住民族文化的艺术圣地 为了活化显示空间赋予新声 花莲县县长徐正为代理县府团队 将阳光电程打造为原住民族文创产业聚落空间 透过设计创意产品 并提供实体展销平台及特色餐厅空间 要扩大原住民文化产业的行销 你要处理的话你就全部处理 县长徐正为带领团队足以巡视园区各处 并听取简报进行规划讨论 希望能将园区工程达到尽善尽美 而整体工程预计在今年底就能完工 将公开招标委托厂商营运 项目包括服饰、工艺、月舞、勤食、农特产品等等 以原住民业者有闲进驻 户外空间则会不定时举办主题活动 希望结合商业、文化推广及观光旅游 打造成原住民族文化的艺术圣地 记者徐地勤华联士报导